中国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 拼多多海外版特姆等 以低价策略抢占了大量的海外市场份额 但廉价商品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近日发生了英国11岁少女 被拼多多海外版特姆出售的指甲油 严重烧伤的事故 英国媒体1月26日报道 11岁少女科洛伊·诺里斯通过父亲 在特姆网站上购买了家庭用指甲油套装 科洛伊的母亲说 孩子在她面前涂上人造指甲油后 突然说觉得手很烫 很疼痛 疼痛稍微缓解后给她涂了家里的药膏 但第二天开始起了巨大的水泡 医院诊断为皮肤表面全被烧焦 诺里斯接受了两次皮肤移植手术 可能留下终身伤疤 诺里斯的父母呼吁 应该禁止销售这种危险商品 他们表示 购买人造枝甲油时 价格不到一英镑 特姆先后三次给了他们价值 1750英镑的优惠券 但他们不会再在特姆订购任何商品 中国零售电商面临疲软的国内消费 近年来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于是 各种廉价甚至有毒有害的商品 通过这些跨境电商涌入其他国家 也让当地的消费者不胜其烦 正在受通胀打击的韩国客户群 也面临同样的困扰 2023年 中国在韩国跨境电商网购市场上的 市占率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韩国最大海淘市场 韩国政府近期通过调查警告 中国产山寨货中含严重威胁健康的致癌重金属 1月23日 韩国关税厅表示 考虑到山寨货在最近4年间激增6倍 在去年11月6日到12月1日的四周时间里 对进口到韩国的侵害知识产权物品进行了集中管制 结果查获了14.29万件山寨物品 其中9成来自中国 查获的山寨产品中 服装占为最大 为40% 其次依次是文具类占16% 饰品占14% 钥匙链占8% 包占5% 另外 玩具 鞋子 钱包分别占2% 另外 考虑到耳环 皮包等直接接触皮肤的物品 可能不遵守安全标准而进口 韩国中央关税分析所 还对83种直接接触皮肤产品的成分进行了追加分析 结果在25种产品中检测出了超标的签 格等重金属 在部分商品中检测出的签和格至少超标2倍到930倍 在路易威登 迪奥 香奈尔等24个名牌防品耳环中 20个被检测出格 其中3个同时被检测出签超标 检测中还发现 山寨产品制造商为降低成本 不仅在表面处理中使用格 甚至还在制造过程中以签和格作为主要成分 在检测出 寒格的20个耳环中 有15个格超标600倍 有的产品格超标930倍 山寨的香奈尔凶针签超标153倍 据资料显示 格及格化物具有剧毒 接触这种金属会导致癌症 并损害人体的心血管 肾脏 胃肠道 神经 生殖和呼吸系统 格主要与人类肺癌 前列腺癌 肾癌 胰腺癌有关 它也与乳癌和膀胱癌有关 而牵几乎会影响身体的每个器官和系统 牵和牵 化合物都可能致癌 韩国官税厅的数据显示 2023年前三个季度 韩国跨境电商网购同比增加20.4% 从交易对象来看 中国占46.4% 美国占29.1% 中国市场占有率 增加趋势强劲 同期 韩国消费者 海外淘宝中国 获得金额同比激增106% 远高于美国的增幅9.7% 此外 有日本人购买中国制造 点滞膏 发生皮肤溃烂 化学灼伤等严重皮肤病的情况 日本处理消费者事务的日本国民生活中心 2023年12月13日表示 接到很多该面霜相关的举报 日本一名70多岁的女子 将中国点滞膏涂在额头上面的痣 发现周围皮肤红肿变色 出现溃烂的状况 另有一人使用点滞膏后有灼热感 去看皮肤科医生时 被告知这是化学灼伤 需要治疗至少一年以上 日本国民生活中心 召回这款面霜 并对其进行检查后 发现该面霜具有强碱性 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严重损伤 该机构指出 从点滞膏容器和包装上的说明来看 产品应该是中国制造的 消费者当初是透过社群平台 TikTok的网络广告连接到销售网站 下订单后由海外商家游寄商品进入日本 在中国有质量安全问题的化妆品 经常给使用者造成多种健康危害 你们到底要害多少人 华石粉就是致癌物 你们要装傻到什么时候 最近看到晚安粉在网上言论 我真的非常愤怒 不得不出来说几句 华石粉是致癌物 有什么好辩解的 华石粉分两类 一类是含有失眠 叫一级致癌物 一类不含有失眠 叫三级致癌物 只要是致癌物 我们都要远离 还有很幼稚的用户 我要敲醒你 敲敲你的脑袋 如果你说我用的是散粉 它致癌 没关系 我只涂在皮肤表面 散粉有很大的特点 它会飞粉 吸入你的口鼻 简而言之 你再吃下去一级致癌物 和三级致癌物 华石寇品牌创始人夫妇 曾通过抖音认证账号 呼吁美妆品牌 不应只关注市场业绩 而假装忽略潜在的 产品成分风险 更不该通过所谓 大牌华石粉成分安全 只接触皮肤 并不会致癌等言论 来误导用户 这不仅会损害用户的身体健康 更会摧毁品牌的信誉根基 华石粉是一种被广泛用于 蜜粉 爽身粉 粉柄 眼影 腮红 面霜等化妆品 及个人护理产品中的添加器 用来吸收产品中水分 使质感更柔顺光滑 但是因为它可能含有一级致癌物 失眠 因此存在安全风险 三无化妆品可千万不能用 前段时间 23岁浙江女孩 妙妙突然腿酸腰酸 就去医院检查 结果是拟慢性肾炎综合症 奇怪的是 妙妙没有腿脚肿胀之类的 明显肾病的症状 就连肾脏必超也没发现异常 积电图 大腿磁共振 检查也都是正常 不过谜底很快被揭开 医生发现 妙妙脸比脖子皮肤白 问她原因 妙妙回答称 自己近期频繁使用美白面膜 是从一家视频平台的直播间买的 至于是什么牌子的说不上来 我也没关注是不是正规产品 医生检查结果显示 妙妙是拱中毒导致的肾脏损伤 拱也就是我们液体时看到的水银 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 从而有美白作用 而很多不良商家为了短期内 凸显出美白效果 就会添加拱 若长时间摄入大量拱 就会造成肾损伤 医生专家指出 拱中毒除了会对人体的肾脏造成伤害 从而导致肾病综合症等疾病之外 还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严重的伤害 与此同时 专家还强调 拱中毒引发的肾病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 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健康危害 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服装的质量安全隐患颇多 独一事件屡屡发生 来自中国的超快时尚品牌 Shine 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销售流行服饰 受到许多年轻人的青睐 事业版图更快速扩展至全球 不过 绿色和平德国办公室 在近期进行调查 发现Shine制造的衣服中含有有害物质 以下为您介绍 有关Shine的惊人真相 Shine是2008年成立的中国快时尚品牌 以贩售女装 配件 鞋子 包包为主 也有男装和铜装 美装 家具等商品 由于价格非常低廉 成为许多年轻人购一的选择 并很快地进军国际市场 在美国 日本 澳洲 欧洲 都有客群 网络社群的曝光率 更是不容小觑 光是2022年的年营收 就高达300亿美元 它的营运模式 不仅是快时尚 而是超快时尚 每天有6000件新品上架 急速太久换新 商品琳琅满目 不断刺激消费者 掏出钱包购买的欲望 Shine的商品售价很便宜 大部分的衣服材料 是用塑胶纤维制作 例如 锯纤纤维 尼龙等 所以产品品质差 容易坏 被视为可快速丢弃的消耗品 便宜衣服背后 使用了有害化学物质 绿色和平 针对快时尚服饰品牌 Shine的产品 进行采样调查 并送去独立研究机构分析 验出有害成分 2022年 绿色和平德国办公室团队 发起研究调查 从Shine在奥地利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瑞士的网站上 购买了47件男装 女装 铜装和鞋子 并将样品 交由独立研究机构 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指出 有7样商品含有超出欧盟标准的有害化学物质 其中5样的含量超出100% 而有15样商品的有害化学物质含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此外 Shine协次化验出含有非常高量的 林本二甲酸盐 而女童洋装 则验出甲醛 这是一种致癌物质 有害化学物的量超出欧盟规范 林本二甲酸盐的影响 包括干扰内分泌 毒害生殖与发育 破坏组织细胞等 甲醛短期危害主要有两种 首先是刺激呼吸道及皮肤 当皮肤接触甲醛后 很容易出现流泪 干咳 喉咙刺痛 恶心等症状 其次 甲醛可引发皮肤过敏 有人穿了新衣服后 会觉得皮肤发痒 这很大可能是残留甲醛 引起的皮疹和骚痒 而持续大量销售便宜 抛弃时的塑胶纤维衣物 还会导致大量化学物质渗入自然环境 引发严重的污染问题 Shine一件衣服的售价只要几美元 但背后付出的是高昂的环境代价 甚至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据从事服装销售的内业人士透露 一件服装从衣料消费到服装制造 许多环节都有可能寒毒 正规品牌厂家做得好一点 小服装企业和作坊为了减少本钱 把关不严 这方面的问题就多 2022年10月 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对市场上网络经营服装厂 进行大规模抽捡 就发现其中有服装 竟然含有衣服 不能含有的致癌物质 典本胺 并且衣服中的典本胺含量 还高达每公斤540毫克 而国家标准才是每公斤20毫克 这可是超过了国家标准整整27倍 如果穿着带有典本胺的衣服 典本胺的固体及蒸汽 都很容易通过皮肤向人体侵住 这种物质与人体皮肤接触 会形成方向胺化合物 被人体吸收后 会引发人体病变 轻则导致恶心 失眠 呕吐 头疼 咳嗽等症状 严重的还可能诱发 膀胱癌 输尿管癌等多种癌症 中国日化品不仅假货泛滥 而且这些产品中 往往有毒的化学物质 如铅 食棉 皮尔菲斯 临本二甲酸盐和甲醛 洗洁精致癌 你敢相信吗 媒体曾曝光过 夺命洗洁精 它不仅有毒 而且致癌 质量监督区 曾对各省各地抽检出 洗洁精产品质量 对380种洗洁精品牌 进行了检查 结果发现 合格率远远达不到国家标准 一部分长期使用 还会致癌 这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甲醛 洗洁精内 主要成分为表面活性剂 还有部分是 由香精 色素 增酬剂等组成 香精和色素的主要作用是 让洗洁精变好纹 好看 没有防腐剂的洗洁精 几天就变坏 这些黑心商家为了降低成本 会使用甲醛来代替防腐剂 这样制作出来的成本 不到一元钱 也就是瓶子指点钱 新京报曾曝光了 高仿式化品都含有重金属 长期使用或致癌 中毒 最让人郁闷的是 这些真假日用品 连外包装和商品的配比度 几乎都一模一样了 以立白洗洁精为例 正品中未检出重金属 而防品检测出 深的含量为 每公斤2.9毫克 超出国家标准的58倍 专业人士称 深具有致癌性 长期使用此类洗洁精 会导致慢性深中毒 突出表现为 皮肤损害 症状为皮肤色素沉着 皮肤角化过度 幽状增生及皮肤癌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检测了 多种高仿洗发水均有重金属 其中高仿清阳洗发水中的 千的含量为 每公斤9.99毫克 正品中未检出 山寨产品早已在中国存在多年 已然形成了一种流行的山寨文化 特别在中低端消费市场占有很大比例 从电子产品到服装行业 进而延伸到了食品 日用品等行业 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山寨产品 这其中有经过商标注册的合法产品 也有地下作坊生产出的不合格产品 售后没有保障 俨然已成为消费市场的严重安全隐患 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管和长效的监督机制 中国问题专家 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副教授李元华 1月29日表示 中国的很多产品价格之所以非常低 不仅因侵犯或偷盗知识产权 而且为了降低成本 还使用含有违禁品甚至有毒的物质 很多都是粗质烂造 以此称号 一般消费者很难辨别 他强调 各国应该引起重视和警惕 应制定法规 取消关税豁免 对网购产品进行一定的约束和检测 使那些侵权 低劣 有毒的产品 不会顺利流入各国消费者手中 大陆网络作家楚先生表示 中国到处是假冒伪劣产品 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他根本就不顾及信誉 这个社会不稳定吗 政治不稳定 经济不稳定 每次社会震荡 都会造成财富的不稳定 生命的不安全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这个投机心理 急功近利 楚先生说 中共这下 社会动荡 人们求生都很困难 很多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 罔顾商业信誉 和消费者的生命健康